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将动员7000名军人参与抗击疫情行动 美国海军西奥多罗斯国号航母上已经有25人确诊染病 国家主席习近平19号版应约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 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致电德国总理默克尔就进行 国家主席习近平27号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习近平强调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中方毫无保留地同各方分享防控和治疗经验 并尽己所能为有需要的国家提供支持和援助 我们将继续这样做 同国际社会一道战胜这场疫情 习近平表示 中方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愿同各国分享防控有益做法 开展药物和疫苗联合研发 并向出现疫情扩散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习近平建议发起20国集团抗疫援助倡议 在世卫组织支持下加强信息沟通 政策协调 行动配合 习近平呼吁 20国集团成员采取共同举措 减免关税 取消壁垒 畅通暴力 发出有力信号 提振世界经济复苏士气 至此关键时刻我们应该直面挑战 迅速行动 习近平主席所讲的是对的 疫情是全球性的严峻挑战 应该在抗疫上相互交流经验和研究成果 这些都有赖于国与国之间的合作 我们需要中国发挥引领作用 习近平主席还提议20国集团成员采取共同举措 减免关税 取消壁垒 我觉得这些措施可以有效降低疫情 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同时习主席还强调了中国的责任担当 中国已经向很多国家提供了援助 多国人士认为 在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蔓延之际 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领导人 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体现了中国推动开展抗击疫情 国际合作的大国担当 国际各界人士还指出 疫情对全球生产和需求造成全面冲击 习近平主席提出 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等重要倡议 有力提振的世界经济复苏士气 我坚信只要我们同舟共济 守望相助 就一定能够彻底战胜疫情 迎来人类发展更加美好的明天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